作者 愤怒的香蕉 主播 巨无巴雅居 婚姻继续收听 追续 第1001十二集 大地惊雷6 正月十一 契丹人萧克领着手下三千余的精锐 在发现瞿正言进攻痕迹后 试图展开反击 瞿正言一看是部队 掉头就跑 萧克带领着部队杀入山间 虽然遭遇到的雷震并不密集 但瞿正言领着的三百人 向着萧克的三千人 展开了划入式的反击 依靠着对地形的熟悉 他带着主力朝对方还摸不清头脑的队伍 侧翼迅速进攻 吃下 萧克的部队虽然十倍逾趋正言 但在陌生的山间不久之后便混乱起来 萧克仗着勇力冲锋在前 悟久之后差点被林间的黑枪打爆了脑袋 他清醒之后迅速后撤 但三千人伤亡两百有余 锐气全尸 最后的一波进攻源自正月十四 汉将刘年之带着麾下精锐四千余 沿山道往前 在离黄鸣县七百里左右的道路上 诸然遇袭 这一次是第四时参谋长陈田带队 同样是三百余人 在第一波接战后 他没有选择撤退 而是从山道侧面展开了一波强孤 刘年之的士兵从前方冲上 遭到华夏军士兵上百手榴弹分三匹的轰炸 六把狙击枪在山林间同时响起 汉将刘年之临同身下的战马 一同被打倒在寻坡中 打死刘年之之后 陈田才带着士兵全速撤退 正月初三的黄鸣县战场上 面对着华夏军的招降 反水强攻的汉军部队主要有两支 其中一支便由刘年之率领 他们是中原方面归降女阵已久的汉军队伍 当年也参与过小仓河的作战 对华夏军的抗拒颇大 但华夏军对刘年之的这一波战手强攻 也显示了华夏军在作战上 继承自宁义的牙字币豹的皮型 刘年之被拘杀后 另一支由汉将孙旺带领的部队 数日之内几乎不敢离开黄鸣县 距离黄鸣县十余里的万福康 把离速派出的前锋主力在这里尖难扎营 但每一日也都遭到第四师的进攻骚扰 到德正月时期 营地还没有扎好 韩靖率领第一师的队伍 几乎超过一万 在半天时间的厮杀中 营地被华夏军扫平了一遍 万余人退守至附近的山上 女真将领完全选择归宿之后 要赶尽杀绝并不容易 在导回营地还拉了十余后 华夏军在这一天 没有选择更进一步的强攻 道路上的骚扰 仍旧一刻不停地在持续 女真人也在竭尽群力的属性 和掌控一路之上的地盘 正月二十日 山间又雾气弥漫 从黄鸣县 到万福岗的山道上 有厮杀声响起 这一次 瞿正岩遭到的是意想不到的敌人 等在他们前方的是漫山的白旗 当年由完颜楼市带领的女真岩山卫 与此不时的直属军队 合并后的复仇军 这一刻由宝山大王 完颜邪宝带领着 提前抵达战场 在雾气之中 他们对着突袭严阵一旦 瞿正岩指挥者人 叫头就跑 立属阎山卫的老赤猴盾 便从后方不要命地追赶了过来 黄鸣县往紫州的道路上 厮杀与屠龙 伏击与反击 至此每一天都在这山林间上上远着 规模或大或小 但无论如何 女真人都在一次又一次的损失中 不断地扩大着他们的周围区域的掌控 雨水西方向 商兵营地中的商员已经陆续朝后方转移 但在营地之中帮忙的宁姐拒绝跟随后撤 作为军医队中出色的一员 她准备随着前线处理 护撤时再离开 红蹄一时间也无法说服她 报告此事的书信被传到紫州 由宁西转达给宁义时 宁义正看着前方的大地图沉思 她低声道 随她吧 爹 行了 我找个借口 把雨水西的人都撤回来 啊 宁西都被这话语惊呆了 她仔细地望着父亲的脸 这一刻 宁义的眼睛盯着地图却没有看她 目光与话语都是一般的冷烈 这是宁西第一次分不清父亲的话语 是玩笑还是真的 宁义的手上是前方传来的一份简单的情报 情报的记录消息有二 其一 差点死了 其二 宝山入城 宁义将标记按在了地图上 二月天下有雨 河流的上游浮冰流动 江南的雪开始消融了 近地 积雪中的山路仍旧崎岖难行 但外界已经渐渐从严冬的气息里苏醒 阴谋家们早已冒着寒冬行动了许久 当春日渐来 仍未分出胜负的土地 终究又将回到厨杀的修罗厂里 对于这一切 楼树丸已经能够从容以对 视察过存放肿苗的仓库后 她乘上马车 去往于玉林主力大营所在的方向 车外还下着小雨 马车的御者身边坐着的 是怀抱同棍的巴比龙王史金 这令得楼树丸不必过多地担心被刺杀的危险 而能够专心地翻阅车内已经汇总过来的情报 年关过后 她稍稍长胖了一些 或许也长漂亮了几分 以往的衣裙终于能够再度撑得起来了 当然 在外人面前 楼树丸已经习惯了不够言笑的行事作风 这样能够更多地增加她的威严 只是偶尔无人时 她会显出脆弱的一边来 这一天 在拿起情报翻阅了几页之后 她的脸上有片刻恍神的情况出现 各地归纵过来的信息有大有小 令她神色片刻恍惚的情报只是几行字 报告的是冬日里 静宁方向上一个小县城里冻恶致死的人数 一个因伤病而死的香绳的名字 也被记录了上来 那个名字叫做增与怀 楼树丸拿着情报 思维稍稍显得混乱 她不知道这是谁归总上来的情报 对方有什么样的目的 自己什么时候有叮嘱过谁 对这人加以注意了吗 为什么要特意地加上这个名字 因为她参与了对女真人的作战 后来又取出家中的存粮 救济难民了 所以她伤势鹤化死了 下头的人认为自己会有兴趣知道这么一个人吗 这名字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她的思维围着这一处转了片刻 将情报翻过一页 看了几行之后 又翻回来 再确认了一下这几行字的内容 曾与怀 开战之前 她在于将军的别业里 则她太不注重自身风平 随后一本正经地向她吐露心声 她参与了与廖义人 与女真人的作战 不久之后便在战场上丢了双腿 她一度在撤退的人群之中看到过担架上昏迷的这位中年人 她太忙了 并没有更进一步地关注下去 时间接近来了 回到后方家中之后 断了双腿的她伤势十好十坏 她取出家中存粮 在这个冬天救济了静宁附近的难民 在正月里一个毫无出奇的日子里 她因伤势恶化 终于死去了 刘书婉的目光冷烈 民谨双唇 她握着拳头 在马车车壁上 用力地吹了两下 前方 马车的御者 与使劲都毁了回头 使劲出声道 楼大人 没事 楼书婉将手中的情报翻过了一页 如果是在十余年前的杭州 只是这样的故事 都能让她泪如雨下 但经历了如此多的事实 浓烈的情绪会被冲淡 或许更像是被 更多如山一样重的东西压住 人还反应不过来 就要投入到其他的势力去 情报再翻过去一页 便是有关于西南战局的消息 这是整个天下厮杀征战的核心所在 数十万人的冲突生死 正在激烈地爆发 自一月中旬往后 整个西南战场炙烈而混乱 远隔数千里的汇总情报里 许多细节上的东西 双方的筹谋与过招 都难以分辨地清楚 也是因此 在事的结果落下之前 楼鼠腕队这些情报 也仅仅是看着 感受着其中冲突的炙热 西南的那个男人 那支军队 正在做出令所有人 为之叹服的激烈抗争 面对着过去两三年间 甚至二三十年间 这一路下来 辽国 禁地 中原 江南 都无人能挡的金军 唯独这支黑旗 确实在做着猛烈的反击 已经不能说是反抗了 那确确实实 就是势均立敌的对撞 他一度亲目 和喜欢那个男人 虽然说起来只是暗中的迷恋 畸形的情绪 他迷恋和亲目于这个男人 展现出现的神秘 从容和强大 但老师说 无论他以怎样的标准来评判他 在过往的那些时日里 他确实没有将名以当成能于 整个大金正面掰万子的存在 来看待过 或许是相对接近的距离 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神秘感 宁业的算计和运筹 令人感到头皮发麻 叹为观止 直到如今 楼树碗带入对方敌人的位置时 也会感到无能为力 但无论如何 这些总是有迹可循的东西 使用阴谋 说明他本身的实力并不强大 从有缺陷 因此才剑走偏锋 他殷勤死缘的事一目是君 也被许多人认为是仓促的 欠缺考虑的行动 归根结底 他的强大有着诸多的限制 如果他真的够强 当年他就不会深陷杭州 如果真的够强 苏家就不会被梁山吐了一半 如果真的够强 他就可以保下秦四元 也不是眼睁睁地看着秦四元死去 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的不够强 宁业在一怒弑君之后 只能仓促地往西北转移 最终承受小仓河三年的厮杀与逃亡 其实归根结底 他的强大终究有着具体的痕迹 但女真人的强大却是碾压整个天下的强 也是因此 在过去的时日里 人们总是感到花夏军比女真人差了一筹 但直到这一次 许多人 甚至是娄叔晚这边 已经看得清楚 在西南这场大战里 黑骑军是作为与金国西路军同等级别 甚至游游过知的对手 再朝对方挥出难以抵挡的重拳 这样的攻击如果落在自己的身上 自己这边或许是接不起来的 一月下旬到二月上旬的战事 在传来的情报里 只能看出一个大智的轮廓来 原本在众人的预计与推算之中 兵力趋于烈士的花夏军 会在这场大战中采取首饰 以攻势的加成 弥补人数的不足 黄明县与水溪的狙击 一度印证了这个推测 如果这样的方针延续 黄明县被突破之后 花夏军会将取胜的可能 寄托于紫州的城防上 在女真人前进的过程里 以减少精锐不断洗手 占下便宜 稳打稳退会是其中的上策 但是不应当出现大规模的野外作战 因为即便因为地形的优势 花夏军进攻会稍稍占优 但野外作战的胜负 有的时候并不如防守战那样好控制 几次的进攻当中 一旦被对方抓住一次破绽 狠咬下一口 对于花夏军来说 恐怕就是难以承受的损失 然而在传来的情报里 从一月中旬开始 花夏军选择了这样主动的作战模式 从黄明县 雨水溪通往紫州的道路 还有五十里 自金军越过十五里线开始 第一波的进攻突袭就已经出现 越过二十里 花夏军雨水袭的军队趁着大步消失回程 黑市穿插进攻 道路上的拔离宿所步 遇之后是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续 第一千零一十三集 坠续 作者 《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